由张爱家主演的电影灯火蓝山 原本代表香港角逐第96届奥斯卡金像将最佳国金影片奖 不到近日却传出被取消资格 灯火蓝山是张爱家在金马五九丰厚的弱品 所以让大家觉得非常可惜 香港电影制片家协会也出来说明该片因内部投票时不慎出现利益冲突 导致被取消资格 客串演出的任达华透过电影公司公开道歉表示 这部电影是自己很喜欢的作品 并向所有工作人员同事致上真诚的歉意 坦承是他担任临选评审时投给该片造成措施机会 由于过去并没有规定评审不能投给自身参与的电影 只需要委员会做出最终选择即可 没想到今年奥斯卡改制 避免利益冲突才导致该片丧失之隔 虽然有部分网友痛批认达华是猪队友 但有大部分影迷都感到很惋惜 希望能重新投票 不要白白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